大家好,欢迎来到Met学院 很高兴能够和大家来继续学习 关于MemoryCatch的后续的一些课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程的大纲 这节课呢,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APA期和PHP的这个编译 环境的编译和搭建 环境的编译和搭建 大家众所周知啊 大家都知道有这个LAMP LAM环境,还有这个LNMP 这个环境,质量的环境 在这里呢,我只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里边用不到MyCircle 所以呢,就把那个MyCircle给省略掉了 毕竟编这个还是费一点时间的 所以呢,我在这里呢 只是跟大家编一下这个APA期和PHP 这个环境的搭建 编这个呢,主要原因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咱们下一节课呢,讲这个 那么开始的扩展的这个编译的时候啊 就是有一个基础 所以呢,还是希望同学们呢 能够跟着我讲的这个内容啊 能够自己能够动手的去编一下 编译一下这个环境 好,那接下来呢 就跟大家演示一下啊 这个,怎么去编译这个环境 首先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课程的一个步骤 首先呢,我们去下载一下这个APA期的一个源码 以及这个PFB的源码 我们可以到它这个官方网面上 好,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download啊 啊,在这儿 可以随便选一个 就比如说选这个吧 2.2.31 点击一下 好,进这里边来 进这里边来 我们来看一下可以看到啊 我们是要找它的这个sauce sauce的代码啊 http.tar.dz2 还有它的这个dz 啊,在这里呢 我是跟大家使用的这个tar.dz的这个格式啊 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格式 大家看这个APA期最新的是2.4.17啊 这是latestavailableversion 这是最新的一个版本 无所谓啊 只要是不是特别旧啊 不一定说新的就特别好 像这个2.3.2.2.31啊 都是可以的 好 那这里边咱们大家去点击它 点击它它就会去做下载 就会做下载 然后让它先下载着吧 然后咱们再继续再准备 咱准备这个php的源码 php.net上去下载 好,这个就是php的一个它的一个版本啊 它的这个最新的是7.0.rc.rc.6 最新的是php7啊 php7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嗯,这边最新的啊 这边看起来 5.5.30吧 在这 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里边有个download page 进去这个download page 还是同样 还是同样 下载这个php5.6.15.touch dc的这个版本上 这个包也是可以的 dc tool也是可以 但是呢 我不是特别的喜欢啊 好 来下一下 这里边点进去啊 这里边有好多个国家的 比如说阿根廷 阿美国 我们来看看 熟悉不熟悉 中国的国企业 我们来点一下 随便点一个 然后它就开始下载 或者我们直接可以 复制这个链接 复制这个链接 然后 在这里边进行wget 对了 忘了跟大家说了 咱们在这个学习之前啊 需要把这个 Linux的虚拟机给开启 开启来以后 然后确保 用这个sirco.crt啊 我们能够连接到它 能够连接到它 好吧 那由于 时间的关系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之前呢 在讲课之前呢 已经把这个 Httpd和这个php 已经下下来 并且已经上传上去了 大家来看一下 已经上传上传上传了 整个这样的版本 好 有了这两个软件 圆满了以后 我们来 接下来再往下看啊 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开始来编译 首先呢 我们先解压这个描码 这个是安装 撒减环境 解压包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对 大家先把 Httpd给下来 给解压下来 这个 手有点快了 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尤其是这种 就高版本 它加 它里边加了好多 你看 Httpd 它就是 这个扩展包 里边加了好多新的东西 其实呢 怎么说呢 也是 没有必要 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个新版本 大家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这个 微积计算机的 这个 因为是虚拟机嘛 所以还是 有些慢的 好 已经下下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么有一个包 然后我们再 给它 进行解压 Httpd 好 这样 这个Httpd 应该很快 我们首先 按照这个 给大家导的这个步骤 先安装这个 Httpd 进入这个目录 接下来就是编译 config config就是编译 有个 还有不想象 然后我们翻评 来看 大家来看到了吧 看 刚刚perfect 就是install 这个软件 在哪个目录下面 在哪个目录下面 都是 这个都是可以 查看的 这些都是一些选项 我们都可以去 加上这些选项 如果不知道 自己确定 什么的话 自己确定 就是不知道 该编译 或者是该带 哪个选项 的话 那就默认吧 在这里呢 咱问了快吗 就是什么选项 也不加 那就是给他编译 一个目录就行 perfects usrlocal下的 httpd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把他这个软件呢 给他装到这个 httpd的这个目录下 那当然了 你也可以自己指定 自己的路线 刚刚perfects perfects 来进行编译 这个编译的过程中呢 看机器的性能 有的是特别的慢 但是有的呢 机器非常牛逼 非常的快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就是 就会有闪平啊 你像我这种机器 就是比较垃圾了 比较的弱啊 这个得 config半天 大家还是耐心的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当然了 这个config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错误 出现了错误呢 大家不用 不要害怕啊 这个错误考 认真地看一下 这个错误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在那个什么 再进行 再进行查 查看这个错误 到底发生在哪 好 这个config 已经config完了 config完了 他只是说是 卷查这些依赖关系啊 都是存在的 然后呢 我们就接下来 make 紧接着呢 make 导 当然了 你不放心的话 你直接可以就是说 直接先make 然后呢 然后呢 你make完了以后 再make install 都是可以的 这里边我们为了 这个方便 我们就直接make install 直接就make install 直接就走 这个呢 有点 那个时间 有点那个 漫长 所以呢 我这个就不等待大家了 好 那经过了这个 漫长的等待了以后呢 这个make make install 完了以后呢 那我们 那我们呢 就是已经给它编译好了 编译好了呢 然后呢 我们怎样去检查它 成功了呢 我们在这里边 输入 192.16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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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我们看到这个 it works it works 的话 就说明是成功的 就说明是成功的 这个是我之前已经给它起起来了 嗯 那其实呢 同学们可以使用这个命令 做完了以后呢 使用这个命令 Shift 抵持 t3.168.168.138.192.165.168.186.169.178.16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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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9.179.1.179.179.179.169.179.179.189.179. công 就是优雅的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 还有这些选项 然后我们装完了以后 直接给它start一下 这里面给大家restart一下 同样的 然后在这里边刷新 出现这个itworks 说明咱们这个apache 看一下它的这个章口 apache已经成功的起起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章口 80章口 我默认给它开启的是80章口 默认给它开启的是80章口 好 那这个apache就算是 圆满的这个 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怎么样去安装这个php 也是很简单 也是很简单 和apache的一模一样 已经给它解压开了 我们大家已经 我们刚刚已经给它解压开了 然后我们直接进去就完了 进去就完了 然后同样的点config 然后刚刚perfect 同样的也就perfect usr local下的 什么了php 我们直接就给它叫php 好吧 直接给它叫php 同样的我们还是 刚刚perfect 这个刚刚perfect 只是指定了一个目录 然后我们还要继续 指定它为 apache的一个模块 指定它为 apache的一个模块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选项 杠杠位 apx2 apx2 apxs2 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呢 大家可以看那个刚刚 那叫config 刚刚help 它也是有这么个选项的 然后在这里 我就不带大家看了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 去看一下 就给大家看 肯定是有这样一个选项的 然后把这个 模块这个包给它打进来 apxs 好 同样 让它检查这个依赖关系 同样的 这个实际上 也是有一些长 也是有一些长 如果同学们在课后呢 我建议同学们 还是按照我这个步骤 一步一步的来 一步一步的来 肯定是没有错误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出现一个错误 Librochamel 2 如果使2.6.11 或者是更高的一个版本 它是需要的 它是需要的 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它这句话就是一个错误 一个检查出来的一个错误 它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这个Librochamel 2呢 我需要的版本是2.6.11 但是你呢 你这里边的这个版本呢 是非常低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里边的Librochamel 2的版本是2.5.4 2.5.4啊 显然呢 和这个2.6.11是相差非常远的 那如果同学们那个环境呢 就是这个Linux的这个环境 当时安装的时候呢 非常的 把什么都安装好了 比如这个YAM已经安装好了 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YAM啊 大家可以看我这个PVP里边 这个搭档里边 有一个YAM YAM已经是到 Librochamel 2 Librochamel 2 Gandell Divo 然后就直接把这个Librochamel 2的最新版 就给它安装 安装上了 但是我这里边呢 因为这个 我这里边这个YAM 有些问题啊 所以呢 我这里边需要 把这个Librochamel 2 给它点GZ 然后给它下进来 下进来 然后再提醒安装 所以呢 这块的话 需要 需要去 再去解决一下 大家已经看到 这个 大家已经看到 这个 我已经编译 已经config成功 Thank you for using PHP 大家来看到这个的话 就说明这个 已经编译 已经config成功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刚刚解决这个Librochamel 2 就是 给它加一下 这个刚刚位子 -Librochamel dir 给它指定一下 这个最新的Librochamel 2的这个 目录是在哪 因为我这个是给它 给编译了一个最新的 这个没有给大家 去做演示 大家如果遇到这个问题 直接可以用YAM Install Librochamel 2 Librochamel 2 -Librochamel 2 -Condevil 可以去做 这个刚刚disable fail info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 进入这个文件 因为我这个 内存 还有这个硬盘 都不是特别的够 空间都不是特别的够 所以我这个刚刚disable fail info 做了这么一个选项 如果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其实就是我跟 PPT上跟大家说的这个 只有两个选项 刚刚perfect 刚刚with 刚刚abx s2 直接可以给它 编译成功 直接给它config成功 config完了以后呢 我们还是按照老套路 直接make make install 因为这个是 把PPT作为一个模块 打到这个anfa席里边 所以这个make 这个make install的过程呢 也是非常非常漫长 尤其是像我这种机器 所以呢 这块呢 就不跟大家 再去做那个 等待了 大家可以自行的去编译 成功 成功了以后呢 已经成功了 成功了以后 成功了 make make install以后 成功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来进到这个 usr local php 这个就是我们编译的 这个php的一个目录 它下面有这么几个目录 那我们现在 再做一些配置啊 再做一些配置 就是找到这首 hdpd account 这个文件 然后 我们就看下面有个 控制 然后hdp.com 好 我们在这里边 要给它加上一句话 这个直接就 project application applic 这个是 这句话 加上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让它支持 这个 就是让它认识 支持这个解析 pnp 就是让它 作为一个模块 p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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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它放到这里边 放到这里边 好 然后我们再去这个usrlocal 这个htt htdocs的目录下看啊 只有一个index.htm 我们在这里给它 去 打一个东西 然后呢 然后呢 因为咱们改了这个 dbd account 这个文件 所以我们需要 我们再去访问这个 登录一下的index.htm 好 打印出了 hello 打印出了hello 那所以呢 这个 这就证明了啊 我们这个啊 阿哈奇和这个pnp的环境啊 它是 它是正确的 阿哈奇和pnp的环境 它是呃 配置 不管是从配置 还是从编译来说 都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最终的要的结构 就是把这个hello啊 给它打印出来 说明了 它既能 它已经能够解析 这个以pnp为结尾的这么一个文件啊 啊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 到这里呢 我们这个 阿哈奇和pnp环境的这个编译啊 搭建啊 就算已经是成功了 就算已经成功了啊 那这里边呢 只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只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阿哈奇和pnp的环境的一个编译搭建 那希望呢 同学们呢 在课后呢 能够认真真地按照我这上面的步骤呢 去做一些编译啊 如果中间编译的过程中 遇到问题的话 大家遇到这些问题啊 不要不要害怕 直接把这个问题呢 到百度或者是Google上啊 搜一下 最好是用Google啊 搜一下 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因为你既然能遇到这些问题呢 其他的同学啊 或者说是 也会遇到这样的同样的问题啊 我们可以去借鉴他们的这个 这些的这些经验 好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啊 希望同学们呢 在课后啊 能够愿意真的去编译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为咱们下节课学习 打好这个基础 好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咱们这节课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